8月28号星期五 好今天大家知道吗 这个关键的一月 我们都要讲说是孝道月 对不对 那还是尽量 就是要出去玩 还是要出去玩 然后呢在炎炎夏日 炎炎夏日 我们应该要去哪里 8月25号到9月13号 你知道吗 这个地方跟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 有非常密切的关联 因为都是同一个故乡 高雄 都是在高雄 我们今天的老一宾 也是来自高雄 所以热情的高雄 8月25到9月13号 每天的下午两点 到晚上的九点 在哪里 高雄 堂堂哪一边 炒牙道 大鲁阁炒牙道 OK 炒牙道 这个应该高雄的一个新景点吧 是不是很文青的景点 算是年轻人会去 对不起 强调了这个年龄 你干嘛一直强调适合我去呢 高雄大鲁阁 大家一直欢迎江泰呢 不要每个活动都针对我的年龄嘛 高雄市大鲁阁炒牙道的大道东三楼活动会场 这个是免费哦 让大家年轻 这真的是年轻人 还有老少都最爱玩什么 密室脱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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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室脱逃很怪 密室脱逃 对对对 脱逃 所以其实我的比较有临场感 你的是蛮可怕 我的是真的就是被绑了 密室逃脱体验活动 这个很好玩 因为他是穿越 他的主题是穿越时空拯救爱迪生 你要拯救特斯拉也可以啦 穿越时空拯救爱迪生 然后呢 大家都可以进去里面 然后这个 这个是有智慧电王 然后主要就是告诉大家 怎么样智慧电表 智慧节电的行为就是了 那每次 每次的现场报名 现场报名呢 每一场30分钟 所以真的是很好玩 你知道像 像我们这个这么好的地方 然后让大家免费体验 这个已经要多多把握 OK 尤其是炎炎夏日 请大家一起到大鲁阁草牙道 疯狂节电吧 你看主题正确 其实台电很多那个很好玩的 因为我以前去那个核二厂 里面 他就有一个那个很大的球 然后你手摸那个边缘 那会有电流 我知道 碰到你那个 然后他有很多好玩的 然后让你知道核能的运作啊什么的 就是很多设施 所以台电办得不错 我是希望说台电再办一个夏令营呢 就是你知道大家不是会洗那个碍子 就是爬杆比赛 就是他们要有一个电线杆 然后可以爬很高很高 然后就是你每次会看到台风过后 大家去抢救的时候 就会爬那个 那个是游戏哦 不是游戏 我想说那不是 那个体能像很危险的工作 像是背沙袋的时候 对对对 就是说希望台电可以开放 就是说女生爬杆大赛 然后超级就全民洗爱子 这有点危险 这有点危险 8月25号 9月13号 每天下午2点到晚上9点 我们平易老师的工作地点高雄 我想说平易老师在那边 风有点涌过 平易老师去的话就不止30分钟了 可能大家会待在里面不走 高雄大鲁阁草牙道 大道东三楼体验 那个草牙道的大道东三楼 活动会场这边 现场报名 OK大家疯狂节电吧 讲到这种疯狂节电 我一直有个疑问 其实我也很想试验 就是说大家不是都很想试验说 我们现在冷气如果用变频 也节能的 是你离开这个室内 关 然后进去再开 会节电还是一直开 一直开节电 你觉得 开开关关好像比较耗电 你咧 我是选择 理工脑你觉得呢 一直开着比较节电 一直开着 但是温度要设定对 对不能太低 我之前有一次 就是我有一阵子没有洗我的冷气机 保养 没保养 然后我就一直觉得好不冷 好热 我开到26 我还热到一个不行 然后有一天我就把它 滤网洗干净 然后还喷一个 然后往里面 我不确定有没有用 除霉 一个产品 就喷完一罐 他就说 那个脏水会顺着冷气管流 流下去 就除去一些什么灰尘什么之类的 对 结果 这样清完哦 然后一开冷气 我直接发抖 超冷 几度都发抖 超级冷 那时候大概26 27 因为我就照样开26 超级冷 那你那一罐喷喷 应该赶快推广 因为我们每次要是照冷气保养的话 大概一年 他说一定要保养一次 如果说你是大量使用 其实几乎要半年 但是到冬天大家都不会保养 然后一开机的时候 其实台湾潮湿的话 有些冷气会有霉味 对不对 对 然后他就说 你一定要保养 那每次保养的话 那我们一次保养好几台 就真的差不多也是一台冷气的钱 因为每个房间的都要保养 所以我就常想说 你每天每天开的话 那个冷气一直在转的话 会让他的功能 比较耗损 还是说反而会让他运转 他一直有在转 比较不容易基层 我是因为住的地方通风比较差 所以我都是必须开着 我都必须开着 就算是冬天 我也只能盖被子 后来 我就是采用那种不省电 不是 省电 我自认的省电方式就是不关 可是我没出门 出门也不关吗 没有出门会关 就是说在家的时候 就活着 不是活着 呼吸的时候 在家呼吸都不关 你在家有休眠的时候 是不是 有暂时停止呼吸的时候 就是说在家都不关的 对不对 可是我也没有看电表 到底多少钱 就是说电费 所以对我来讲 好像完全忘记 去比较这件事情 就不要开开关关 跟选择省电标章 应该就没问题 所以唐唐你可不可以提醒我 两个月看一下 电费到底有多少钱 因为我真的没关 我们今天 因为你知道 这个月就是农历的七月 除了很多食品特卖会 然后大家狂买之外 因为你知道 很多卖场 他都会打说 鬼月 或者我们佛教讲是报恩月 这个我们平易老师 大家也知道 他是文昌帝君的口译节 想必这个月又很繁忙了 我记得之前你有讲过说 你们在做这个 因为七月其实鬼月 是超度的 对不对 他不是补财库的月 超度的月 然后就是会 你自己都会感应到很多 就是在此了结 前世的因 那叫什么贡业之类的 或者说他有一些 你会看得到吗 对不对 感受得到 只是说通常我不太会 想要去主动看他们 所以我是可以不看的 那我就过我自己的日子 除非他特别有什么事 他一会让我看 那或者是说 我想要查什么事情 我主动去看 那如果不是这两种情况 我就过我的日子 对 我觉得还是算了 我就眼睛不要戴出来就好了 对 我觉得千万 我觉得你那个AI眼镜 先把它关起来 对 对 因为有时候看了 真的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不对 但是我们的确相信 就是不是什么东西 都是用科学一气造的到的 对 因为空间是重叠嘛 对啊 那鬼月的话 通常在这个今年啦 对 今年很多人都会说 各地都会有异象 你知道 是 包括说 淹大水啦 是 然后在六月下冰雹啊 下雪啊 该出太阳的时候下雪 是 然后呢 有些地方缺水 大缺水 有些地方水又满出来 是 所以在这个今年 大家会怎么 会特别去隆重 要去做这个普渡吗 我会觉得 其实是可以啊 就是说最近农历七月开始 就很多地方都会办法会嘛 对 有些会办三昧水灿 梁黄宝灿啊 或是中原普渡法会啊 地藏法会 对 地藏法会 那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我们就是可以帮我们往生的亲人 然后就是立个牌位 然后请他们来听经文法 嗯 然后甚至就是 呃 接受就是听经嘛 然后接受我们的供养 那有一些他的意念可以放下 嗯 其实我觉得人过往之后啊 其实也在进修 嗯 那如果说后代子孙 比较少帮他们报名一些法会 那他们就没有地方去在职进修了 那老师 对 这个就是说 就是说我要怎么样 再去念这个阴间的EMBA啊 这个意思就是这样 那请问啊 我们要怎么帮亲人做 这个超度当然就是 你相信对不对 对 那要很多吗 还是说你只要选一个地方 因为你也知道 有些是要付费的 是 有些是要缴学费的地方 就写这个也不是说都是免费 那我会觉得其实亮丽啦 就是说有些大庙如果有的话 都参加 你说报个一两场三两三场无妨 因为我都会这样 哦 因为我们其实在报名法会的当中 是不是要缴费用 对 那等于也互持了这一个地方 对 对 对 互持了他们 嗯 那再加上我们自己也得利嘛 嗯 那他就是我们的 我们超度的对象 嗯 就会来到现场听经文法 对 接受我们的供养 是 然后让他的思维意念可以放向 嗯 让他的灵性还可以 还可以往上成长啊 嗯 所以就是量力而为 对 也不是说每个都要 你自己选择 对 你觉得不错的一个地方 对 比如说像有些比较大的寺庙 像法谷山啊 佛光山啊 都有 这些都会办嘛 嗯 所以就就是 加减嘛 对 那有时候在农历七月 有一些过往的亲人 有些会比较特别 回来托梦 哎 那个是在之后还是说当时 还是说之前就会告诉大家 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 通常有一些在六月就会来托梦了 那他他会怎么样显示 就是有一些直接就是 呃 托梦的梦境里面可能就 比如说呃 衣服湿了或破了 或是没有穿衣服 嗯 那其实就是希望后代的子孙 在普渡的时候 比如说帮他们烧一些衣服给他 那很多时候是因为就是钱不够 嗯 然后希望他烧一些扣金而已 哎 那有些会讲说 如果是说呃 你你会梦到比较不好的 有缺乏的 对不对 那是不是要越烧越多越好 哈哈哈哈 整座山 我还是觉得其实是量力 嗯 嘿 那之前我曾经问过文昌帝君 嗯 就是说人都已经死了 那为什么还要回来讨 讨讨衣服啊 讨用人啊 讨化妆品啊 山西产品 山西产品 对 还车子啊 房子啊 对为什么呢 对那时候文昌帝君有给我一首诗 哎 我念给大家听一下 果然我们铺了这么久的梗 哈哈哈哈 主要对白终于出来的 就是有什么用呢 对 他说 心事 软物 未溃 他说人生的时候 因为对某一些物品 有他的迷恋 或者他的执着认知 所以他 他没有办法快活 是因为他就被这一个物像绑住了 生食 迷恋 恋物 未快活 死了以后 仍然没有看破 还是痴迷着 他说分屁来去天地看 照理一讲 死了之后没有身体 只剩一个意念啊 其实来来去去根本没有什么可以困住你的嘛 应该是很宽广啊 对 但是因为活着的时候对事情的迷恋跟执着 使他走了之后 如果没有那样东西 他觉得他还是缺乏 第四句 他说黏起 自得 心来传 他说如果把这个意念放下了 那其实神明要超度你 或者是说要接引你 那就有办法带你过去 是 所以说 你虽然没有看破 对不对 但是你可能做了这些事以后 被超度了 对 把意念放下了 对 就到极乐世界 所以完整的诗写 生食 恋物 未快活 死后 有缘 无 看破 魂魄来去天地阔 念去自得 神来带 穿 然后台语 心来穿 对 好 所以我们觉得 但做这些都是圣中追缘 对 只是活的人会觉得比较 应该是说 觉得有对 过往的 往生的亲人 有一些 依恋 但是我们那个依恋的 那个意念 会使得 他的意念 跟我们的结在一起 他就不走了 对 所以这样就会变成 他在另外一个世界 也不快乐 不自在 我们在这个世界 也不快乐 不自在 因为人死了 其实没有那么快去投胎 还要很久 那所以他常常会留恋 在他生前 习惯的地方 然后呢 所以 最好的方式 就是其实互相祝福 对过往的亲人 我们能做的 就是像普渡的法会 或是有些大庙 有法会 那就帮他们立牌位 然后让他们可以有机会 在直进修 可以在 在修 修行嘛 然后让他们的意念 可以放下 他们的灵性 可以升华 早一点去极乐世界 所以老师 你南部还是在天坛吗 南部通常 天坛的法会 他 他没有在做超度 他 他每一年只有正月初一 到初九 就是 九月初一到初九 他是 他那个是安道 然后主要是做消灾 然后如果是普渡的话 通常我都会去那个 法谷山紫云寺 然后还有 这是南部的 对 还有大岗山的超峰寺 超峰寺每一年的十一 十月底 还是十一月那边 都会有一个凉黄宝餐 然后还有我们那边 还有一个官地庙 他也会有那个凉黄宝餐 我差不多都是只有去 这几个地方 已经三个了 这样就三个了 这样内内已经有三个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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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如果说有些小朋友啦 或者说有一些风友 第一次听的话 可能他们也想说在 这个报恩月就是鬼月 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其实可以开始 因为大部分就是七月 就是这个时候嘛 到中原普渡嘛 那中原普渡以后 还可以做这些吗 还是可以 还是可以 整个月 对不对 对啦 整个月 能量力而为 是 啊有些人 因为他的亲人生前 是生病过往的 那有一些就会特别 帮他们报药师法会 哦还有这一种的 让他们的病痛得到治疗 嗯哼 其实都是意念而已 因为他生前是病死的 所以他那个意念 就会困在那个病痛的痛苦里 哦 有一些会这样 那如果说我们一直在去想的时候 其实你活着的人 也是一个心理的负担 对 也是心理的负担 你一直没有放下的话 是 可是你知道因为每年七月 就会一直提醒你要再做一次 所以大家就是抱着一种 一种什么讲呢 就是说你每年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其实应该要让自己想着 他们是到更好的世界 是啊 这样才对 对 对不对 什么都不缺了 那回到我们自己也是 就是说我们可以尽量的去 透过看善知识 了解善知识 透过反省自己 让自己的意念尽量放下 所以如果以后我们走了之后 我们的子孙没有帮我们报名法会 那我们其实也不需要 是因为我们已经修得不错了 真的 对啊 我还以为是我们要在活着的时候 先到各庙去预约个二十例 没有 我先预缴 因为我现在是怕说 我先绑约 以后年轻人如果不信这一套啊 他根本不会帮你 如果我们又修得不够好 还很迷恋 那到时候我们走了之后 看到人家普渡会场 我们想要进去听听听 他跟你讲你没报名 不能进来 所以我要先绑约 我们先自求多福 自己修 对对 多做善事 对意念修到很平静了 那以后我们其实就不会 执着在这些地方啊 我觉得好 万事善为首 老师上次来的时候有讲说 不管你今天是要求姻缘 对 还是要补财库 对不对 其实有一个重点 就是你要先把自己的福德 累积多一点 对 怎么样累积 赔福赔德呢 行善嘛 对 对不对 行善的方法太多太多了 上次没有仔细的讲 因为我们那时候想说问老师说 哎老师人家说下半年补财库 结果老师说没有人在中元节补财库 中元节是超度的 但是我们可以讲一下鬼月过了以后怎么补财库 好 大家回来 我还是要帮那个过往的人 跟活着的人都要谋一些福利 我们已经知道说鬼月就是要尽量就是亮丽而为 你自己不会做没有关系 庙宇会帮你 就是写个牌位之类的 那有些收费很便宜 或者有些不用收费 有些是随喜的 随喜的 那你就自己决定嘛 也不是说宗教信仰 这毕竟是怀着对圣宗追缘的一份心意而已 好 那接着我们要帮大家补财库了 就是鬼月 不是中元节 这个时候差不多很多人的三倍券已经用完了 动资券也用了 一方券也用了 客邮券也都用完了 已经国家给我们的钱快花光了啦 我们要怎么补财库 今年很多人的生意都不好 好多开业的都回不去了 那当然我们算是不错 因为大家拜各国封港封城 我们可以在国内玩 所以本来因此快要觉得说奄奄一席的国内观光 国旅也现在很爆红 大爆红 而是做国外的比较 国旅反而因此疫情 我有一个礼拜要去台中 结果都订不到旅馆 小小间的民宿也没有 就是前所未有的假日爆满 就是在这一波 但是也希望他们改善一下 他们自己的旅游品质 不要因为疫情后各国开放 我们又再也不来了 仅此一友而已 那怎么样补财库呢 就是方法 当然是这样 其实我们庙里面 因为文昌帝君 他也算是文财省 所以我们也有很多做生意的客人 包括我自己 我自己因为经营事业 所以每一个月都会 月初都会请文昌帝君 帮我补财库 那通常我之前有一个 我的同事 然后他也看我们在补财库 他就想说也来帮他 大舅子补财库 结果呢 他在那边搬背 搬很久都没有背 后来就忍不住就帮他请示 就文昌帝君就降了一首诗 他就说 他就说这个人啊 好义勿劳 好吃懒库 不需要补 不用补 因为补嘛 没有补 可是那讲 感觉他的这个大舅子 对不对 还是小舅子 大舅子 大舅子 命也很好耶 他虽然没有钱好了 但是你没有发觉 他好义勿劳 好吃懒库 都有吃到 所以你就知道 我们文昌帝君多正派 好正派 就是你这么懒了 补财库不是可以 要派金子吗 对 那但是呢 他连这个都拒绝 他都说这个人报不好 真的 那如果是说 这个人很懒 但是他常常捐钱 或者说行善 虽然说他个性好逸勿劳 但是心地善良 这样有用吗 他说宝贝的话 通常文昌帝君 会看他当下的情况 其实有两种 一种是补我们个人的财库 那另外有一种叫做 绞天库 补国运 是这样子吗 补国库 因为就是 道经上面有记载 他说人来出事 是借口专心 借库钱 来转身 指南公常常说 我们去跟他借钱 然后来 借库钱 对 那所以我们每一年 文昌帝君圣诞的钱 就是 他是二月初三圣诞 嗯嗯嗯 那所以我们会在 二月初二的晚上 十一点十五分之后 那文昌帝君 会帮我们 上缴天库 这有点 这有点像文昌帝君 降财神吧 存在银行 对 帮我们存在银行 天库 对 存在天库里 那所以那是一个科宜 那是一个科宜 然后会有一个很正式的素文文书 老师你到时候一定 在十二月来的时候 一定要告诉我们 就圣诞节 要记得脚天库 对 因为农历二月就过农历年了 对 所以这个时候是一年中最 对 唯一只有这一次 因为就是只有一年 每一年文昌帝君圣诞 才会帮我们脚天库 那所以我有时候就会 以前我不知道嘛 所以我都会只有补一份嘛 然后后来 从几年前开始 因为那时候事业要扩大了 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文昌帝君 拨拨 问我说 我今年要 要缴几份天库 竟然有时候要缴两份 可是你是成长两百倍 没有 两百倍 那你这段消音 你的公司业绩业务 不就是因此成长 可是人数也成长 所以成本也提高 对 但是加减下来 还是有八九十倍 其实最主要是 希望能够创造更多的 就是价值 还有就服务更多的中小企业 对 你帮了更多就业机会 增加了很多就业机会 所以我们一定要老师要补多一点 今年可能会说到你补二十分 十分没有 我最多的时候补到四分还五分 所以 别人补一份我要补五分 你看我欠多少 文财神 来的时候跟银行借太多钱了 那这个我们记在那边的话 你就是 那个在缴天库 中央银行 那平时就是缴那个 就是我们补财库 那有分两种 一种叫补财运 一种叫补财库 那补财库本身就是说 可能你的 你的钱财不够了 然后呢 经过这样补了之后 让你的财库比较饱满 对 好 那另外有一种就是 你的财库是不缺的 可是因为你的运不好 所以你会流失掉 所以要补运 可能会有什么事让你流失掉 补财运对不对 所以要先补财运先补运 那补完运之后 如果说 财库还是有欠缺 才补财库 那已经库满的人 那就不用补了 就不用补了 他也会告诉你 我之前曾经碰到过 有好几次 就是 呃 来的那个客人 来的那个信众 可能自己本身 其实就很有钱了 事业就很好了 很叹息 然后呢 他就看我们 就是有些人在补财库 他就想说 那他也要补 对 那可是因为 如果文昌帝君 没有指示可以补 我们没有办法帮他补 那所以我们就会 请他自己去 请示拨杯 那有些就是 拨很久都拨没杯 然后就帮他问说 为什么都拨没杯 那文昌帝君 就告诉我们说 因为他没欠 有些老师 有些有这样的说法 就是说 其实这个世界上的钱 资源就是这么多 你这边非常好的时候 就那边 就会有一个地方缺了 所以说 如果你这个贪心的人 你已经这么好了 你还要一直补的话 可能就像股票嘛 有的股票大涨的时候 就表示有人是赔钱的 所以千万不要再帮那些 百大企业不要来补了 除非是一种情况 就是说他自己本身 就很优渥 很有钱 可是他又很认真 在做善事 然后可能在做布施 那这个是有相对比例的 这个是正比的 对不对 这个是正比 你多善良 你就多有钱 所以你有可能 又可以再补 然后又会再回来 我等一下就请你们吃饭 要记得 自己点 点到满 自己点到满 吃到饱为止 点到饱 OK 无上限就对了 消费券是有上限 他这个没有上限 可是我认识 我觉得很多人 反而不是小气财神 而是很大方的人 比较愿意分享的人 对不对 他的财运是比较好的 对不要自己当一个那种 守财奴啦 所以你自己补了那么多 然后最后都是自己 留在身边绑着死死的 那有什么意义 这句话 对 我觉得这句话 我自己体悟最深 因为当初三年前 就是我先生告诉我 他说像你这样贯钱 你要做打拼贪钱 因为你捐多嘛 对 因为其实 我对财务这一块 其实我自己觉得 反正我们用的也不多 那我还蛮认真在布施的 那但是这句话 把我点醒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 那我要认真把我的事业做好 我才可以扩到我的事业嘛 那可能因为发了这个念头 所以这三年来 确实也很好的机缘进来 然后生意也是一直在成长 那当时也因为这样 所以其实布施的 布施的金额也比以前高 那是我都觉得无妨 因为会赚更多 可是老师 你今年天库有补两份啊 今年补了四份 对啦 你看重点还是要补天库啊 二月二号农历记得 我们十二月一定要来 对我们十一点 二月初二晚上十一点 十五分会开始 那你可以帮人家做吗 通常就是要来庙里登记 哦那反正我们就先预约了 因为我们可能买不到票 去台中 要事先登记 下次先登记 然后他会有一个文书 然后是 而且哦 是一张一张点哦 一张一张成报 哇那真的 好累的耶 而且会告知 那个上脚天库 什么库钱 多少多少 多少支 什么库钱 几千 什么库钱多少 还好我们今天先讲了 要准备的 所以 等会儿 好大家不要担心 反正要提醒大家 做什么事 要补什么东西 我们都会在节目预告中 讲 所以大家一定要密切 密切追踪 我们人来风的节目预告 接着老师要分享一个 对 我想要分享就是 前阵子有一天 我在坐高铁的时候 礼拜二的早上 因为我礼拜又在 我在庙服务嘛 那我都礼拜二早上 坐高铁回来 那我回来的时候 就坐在高铁上 就闭目养神 我就突然看到 我一个过世两年的朋友 他已经过世两年的 蛮早的 对 然后他就 因为我闭目养神嘛 他就演给我看 那个样貌蛮有趣的 看起来很像 那个阿拉丁神灯的巨人 对 他已经到阿拉伯世界吗 他演那个镜给我看 那我就觉得好有趣啊 我就问他 我就说 你找我什么事啊 我就眼睛闭神 然后我就用意念问他嘛 他就告诉我说 他说人生质很低 如果想要做什么 其实就应该都要去做 不要像他这样啊 就是他的意思是说 人生很短 因为他是得癌症死的 然后在他 之前的十年前 其实他的太太也是癌症死的 所以他 他的过世给了我一些感触 就是十年前参加他 太太的葬礼 那这十年里面呢 每一年的中原普渡 他都会帮他太太 烧房子给他 烧别墅 那而且 我印象很深刻是 他太太刚过世的时候 他过世了两年 一年两年里面 来找我好几次 有一次来托梦给我 叫我提醒他先生 小心注意身体 对 他来跟我托梦 说叫他先生要注意身体 然后呢 又隔了一阵子 又来托梦 告诉我说 叫我提醒他先生 交朋友要小心 那这两个事件 你讲了以后 他的先生会有 有什么样的回应呢 他就会真的去问 他真的就有这个事 然后他就会自己多注意 那他每一年 他先生在中原普渡的时候 都会先请示 他太太今年需要什么 然后所以他都会烧房子给他 那有时候也会烧那个化妆品 香奈儿的化妆品 然后有时候也会烧用人 然后或者是烧一些 那个包包 名牌包之类的 那十年过去了 就现在他先生也过世了嘛 那我看在眼里 有时候就觉得有感触啦 感触蛮深的 那他那天就来丢下这个话 然后后来就走了 他是不是要暗示 你也帮他烧什么东西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嘛 对但是他之前其实是有来 觉得有一点不平 就他过世之后 可能他的子女 并没有帮他处理的很好 那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 其实不信这些 对啊 很多年轻人不信这些 所以老师才会说 之前自己要做好自己的 真的是要自求多福啊 那不然有时候 子女不信这些的时候 可能该烧的库钱啊 或是说该超度的一个牌位 都没有做嘛 那可能连灵堂啊 也都不讲究啊 虽然也留不少财产 那可是子女 我说有时候觉得说 与其留那么多财产给子女 他不如给他一个好的观念 知道要慎重追远跟感恩 还有多做多基福报 那如果子女不懂得感恩 然后父母过世了 其实他们不会去做什么事啊 对 而且他们也不觉得这个重要 对 因为他们第一 他们年纪可能也没到那个时候 没有这个认知 对 所以说他没有这样子的习惯 或培养这样的观念的话 他不会做 那当然如果说你自己是 你自己 你自己照顾自己最重要 自求多福了 对 真的自求多好 多福 对 真的自求多福 然后还有上次啊 有一对 有一对兄妹来庙里问事情 那其实他们条件都不错呢 然后 但是那一个哥哥就是 这两三年因为有一些忧郁 还有恐慌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正常工作 然后是听广播来的 听广播 后来就来了 兄妹啊 那其实他们全家都有一点问 就是都有一些 就是过得不太好 后来就帮他请示 请示之后就说 他们家的祖先有问题 祖先排位有问题 那后来他就就回去 就隔了一个礼拜 就把全家人也带来 爸爸妈妈也都有来 那就请示之后 确实他说不是只有我讲 其他人也提过说 他们家的祖先排位 应该有点有点问题 所以他们全家人 好像身体都没有很好 那结果他就 他们就去找人 去帮他们重新再把祖先排位 用好了嘛 对不对 就这样我大概一两个月 没有看到这个人了 结果呢前阵子 上上礼拜 大概这两个礼拜又跑来 那跑来的时候呢 气色不太好 气色不太好 我就问他们 我就说 怎么气色那么不好 我帮他感应 又说祖先有点问题 他是没做 对 他们有做 有做吗 而且是请老师来处理的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 你竟然有请老师来处理 有重新都处理过了 可是他们两个告诉我说 那个祖先排位弄好之后啊 他们都睡不着 他们全家都睡不着 都睡不好 方向有 方向的问题吧 后来就抽丝剥茧嘛 就是又 又继续在问嘛 一个一个问 后来你知道什么 问到什么事了吗 什么事了 我就问他们说 那你们那一天 是什么时候 来安那个公导 祖先排位的 他说那一天是下午的 三点到五点 白天也是白天 对吗 下午三四五点的时候 去做帮祖先安坐 那因为我们的堂主 本身就是民俗专家 他是一个很厉害的勘语师 而且他也是民俗专家 你安神位啦 或是说安那个 祖先排位 这些都是他的专场 后来他就 他一听到这样子 他就告诉他们 他说 没有人在 乐阴时的时尽 去安公嘛 那叫做 请几日听 哦 实陈不对 对吗 对对 一般 一般 吉诗 吉祥的吉啦 这些吉诗 其实大概都是在 最晚一点以前 就会完成 哦 对 所以说他太晚了 对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的老师 或许学派不同吧 然后就在下午四点 四五点的时候 再帮他们 安祖先排位 有可能是早上 已经安排了别家 所以他就只有下午有空 不知道不知道 对啊 所以就是 那怎么办 那已经做好了 那好 来了 那怎么有救吗 再安一次吗 对 可能就是要在另外 看怎么样 让他的祖先 可以比较好的入座 那就是因为 他们的祖先不安稳嘛 那你不安稳 人睡在里面 就是就会受干扰 哇 所以他说 自从那天安完排位之后 全家人都睡不好 更不好的 睡得更不好 好 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时间真的是很快 每次跟老师聊天 获益良多 然后又记了很多memo 你知道 所以老师的牵诗又忘了 今天也有很多要分享的 是啊 又到快要赶高铁的时间了 是 那我想要分享 就是前阵子有一个听众 他又来问我事情 他是夫妻一起来的 而且他知道可能他们排 比较后面的号码 所以他们来的时候 自己订好台中的饭店 那天好有趣 那天有三十五人 都赶不上高铁回去 都要订 所以他们都订饭店 有三十五人订了三间饭店 夫妻一起来是吧 有些是朋友 然后他们可能有心理准备了 所以那天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因为我每一个人都讲很久 所以如果你排到十号以后的 应该是赶不上高铁了 那没有关系啊 他们还是觉得值得啊 不需此行 所以我们有考虑是不是 是跟火车站前面的饭店签约 所以心中去的时候就会原价 乌日啦 高铁附近的 高铁附近对啊 那前阵子那一个先生 他来的时候 他其实身上长肝血 他得了一种皮肤的疾病 而且好几年 然后相当的困扰 就是看任何医生都没有改善 是 那所以他听了我的广播之后啊 那听了节目 人才封的节目 他就又去买我的书来看 那看了之后 他觉得会不会是有其他外力 不是过敏 对 对不完全只有过敏的问题 会痒还是标准 对会痒 会痒 对不对 对对 而且他是全身哦 他觉得只有脸没有 那脖子全身都有 那医生有时候会说 这个是免疫力的问题 对对 就是免疫系统出问题 对他会这样讲 但是其实免疫系统的问题 有很多时候是因果的问题 嗯 还是因果造成 免疫系统的问题 先天的嘛 对 那后来帮他请示的时候 就是文昌帝君给了一首诗 那那个诗听起来还蛮有趣的 因为他上辈子是 脱海人 渔夫哦 对他是渔夫 所以那首诗想 他说脱海人家 抓大鱼 脱海人通常都希望不到大鱼嘛 他说鱼行 脱要放小鱼 对对 他说鱼神来跟他讨饶 请他说你抓大鱼就好了 把小鱼放生 让小鱼可以长成大鱼 对 那他答应了 可是呢 他心存侥幸 他说心存侥幸 失严气 他说他心存侥幸 死眼了 他大小通吃 所以一念 完心 蜜蜜蜜蜜蜜 所以因为这样 所以鱼神觉得说 你死眼 对 你知道那个网子 不是说那个低鱼 小那个 小鱼就要让他走 只抓大的 就是那个网眼的问题 不能用那么大的 小网 那他那个时候 他其实有说 好啊好啊 那我就抓大鱼就好了 可是他就 有一个贪恋 有一个贪恋 所以他就是反正 抓来的就大小通吃 这样子 他可也不知道 他是渔夫啊 曾经当过啊 那怎么办 那如果 结果因为鱼神 是跟他 就是请他放过那些小鱼 他也说好了 后来他死眼了 所以当几年前 因缘到的时候 他就开始得肝血 皮肤病 突然的 对不对 就有点像鱼鳞血 对对对 哇那真的好 很微妙 好有关联 对很微妙 我有时候在看人家前世的时候 我就觉得好特别 就是说他前世造就的业力 他这一辈子来的时候 会有连贯性 会有连贯性 那可以解吗 对啊后来就是告诉他 就是有这个姻缘 然后跟他讲 就是当然帮他 帮他做度化嘛 然后也请他去做一些善事 去做回向 对 那蛮有趣的 就是当天刚好 我们堂主的一个朋友 他之前也是因为 有肝血很多年 然后最近有一个某一个医院 他有一个还蛮有效的药方 已经通过 已经通过试验了 然后也确实已经发行的 然后我们堂主的那个朋友 他去打了那个针之后 真的他的血真的改善 所以当天就他也得到了这个资讯 哇他也得到了处方签 对我常说马爱郎马爱行 那可能是因为他的姻缘到了 那就是最近应该可能累积的福报 还有受的苦也到了一个阶段了 也养了四五年了 对养了好几年了 那可能也差不多到尾声了 那就一次赶快加速解决 这个时候就听到了江泰的节目 刚好我在讲 那我看一下我们哪里 所以你看功德无量 那我现在唯一的那个 我们也要去问就是说那一滴肥 油滋滋的 OK 这是福相 那没有这是说能吃就是福 是我以前练油吗 还是我应该练油厂的吗 所以这个应该是说刚刚好了 对不对 也差不多业力 对我分析是因为他其实已经还的差不多了 那所以才会在这个机缘点听到节目 那他刚好听到 然后又听进去 那听进去之后他又跑来问 然后也 对那跑来问 他有订到饭店 对 还有又遇到那个 又告诉他 同病相连的 对这个姻缘 然后呢 我们唐主又告诉他有这个例子 然后是某某医院 而且是一间大医院 然后他就因为这样 然后就可以得到解脱 我觉得当他已经不养了以后 我觉得他要继续 继续心怀善念 继续不思 有能力 对 有一些人会因为借着这样 就知道原来有前世因果 然后他就会因为这样改变想法 他就会愿意 因为有因果了 所以就会更愿意再去做善事 有时候 听我们节目 有时候你觉得认识因果 其实是很好的事情 好事 你不会太怨恨 对 然后你还会觉得有希望 对 OK 谢谢 谢谢平一老师 谢谢 希望大家的那个中元节 都可以找到 你要做的 要拜拜的东西 对 OK 谢谢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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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